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悠悠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Gucci Gucci 你知道这本书得过很多的奖耶 而且啊它已经在好多国家发行 很多国家小朋友都看得到哦 例如说像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泰国、荷兰、德国、西班牙、拉丁、美洲、纽纪兰、跟澳洲都有耶 而且啊它获得美国CNN新闻网推荐首选的圣诞礼物书哦 那你就想说这个书到底是谁写的啊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人哦 图文陈志远 信仪基金出版 小朋友你知道鳄鱼的英文怎么说吗 鳄鱼的英文是 Crocodile Crocodile Crocodile呢 头部比较窄 嘴巴比较尖 呈三角锥形状 也就是所谓的咸水饿 那通常呢是生活在咸水当中 那还有一个说法 还有一种饿鱼叫做 Alligator Alligator 那Alligator的头部比较宽 嘴巴比较短而圆 也就是所谓的短吻饿 通常生活于淡水中 小朋友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教你鳄鱼这个英文单字呢 难道我们的主角就是一只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有一颗蛋在地上滚 滚过树林 滚过花园 又从斜坡滑了下去 最后滚进一个鸭槽里 鸭妈妈并没有发现不对劲 继续敷蛋 有一天啊 蛋破了 第一颗蛋孵出的是一只 有蓝点的小鸭 叫蜡笔 第二颗是一只 有条纹的小鸭 叫斑马 第三颗是一只 黄色的小鸭 叫月光 第四颗浮出的是一只 全身蓝绿色的小怪鸭 嘴里还一边不停地发出 咕嘀咕嘀的叫声 所以就叫做 咕嘀咕嘀 鸭妈妈教小鸭们滑水 跳水和鸭子走路 咕嘀咕嘀总是学得最快最好 而且啊 长得比其他小鸭更大更壮 不论长得怎么样 鸭妈妈都一样爱它们 有一天啊 湖里冒出了三只长得很像 咕嘀咕嘀的动物 三只鳄鱼裂嘴笑着 笑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它们有一嘴大尖鸭 三只鳄鱼张开大嘴说 看这里有一只笨鳄鱼 它在学美味可口的鸭子走路 哈哈哈哈 咕嘀咕嘀咕嘀大叫 我不是鳄鱼 我是鸭子 三只鳄鱼大笑说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自己 没有羽毛 没有扁扁的嘴 和肥肥的大脚 你只有绿蓝绿蓝的皮肤 尖尖的大爪子 锐利的牙齿 含一身坏鳄鱼的味道 就和我们一模一样 第一只坏鳄鱼说 蓝绿色的身体 能够让你躲在水里 慢慢接近肥嫩的鸭群 不被发现 第二只坏鳄鱼说 尖尖的大爪子 可以让你紧紧抓住肥鸭 不让它逃跑 第三只坏鳄鱼接着说 锐利的牙齿 可以让你撕破鲜嫩 多脂的肥鸭 嗯 味道简直美极了 哈哈哈哈 三只鳄鱼尖笑说 我们知道你和一群 美味可口的肥鸭 住在一起 明天你就把它们 带到桥上玩跳水 我们张开大嘴 在桥下等着哦 咕嘻咕嘻问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话 哎 因为我们都是鳄鱼啊 应该互相帮忙才对嘛 哈哈哈哈 说完 三只鳄鱼就消失在草丛里了 难过的 咕嘻咕嘻 独自来到湖边 我不是鸭子 而是一只 坏鳄鱼吗 咕嘻咕嘻咕嘻 对着湖面 做了一个很凶的表情 哈 这个时候 湖面浮出了一个好笑的模样 嘿嘿嘿 咕嘻咕嘻笑了起来 哼 我不是鳄鱼 也不是鸭子 我是 鳄鱼鸭 嘿嘿 三只坏鳄鱼那么可恶 还想吃掉我的家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 给他们一点教训 咕嘻咕嘻坐在石头上 想着想着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放心的回家了 嘟嘟嘟嘟嘟 那天晚上 三只坏鳄鱼 一边磨着大尖牙 一边想着美味的肥鸭 准备明天好好大吃一顿 第二天 咕嘻咕嘻 依照三只鳄鱼的指示 带着鸭群来到桥上 准备玩跳水 三只坏鳄鱼在桥下张开大嘴 等着肥鸭跳下来 没想到 跳下去的并不是鸭子 而是三块又硬又拔的石头 三只坏鳄鱼张开大嘴 用力咬 牙齿全碎了 三只坏鳄鱼痛得拔腿就跑 一流烟 全都跑得不见踪影了 咕嘻咕嘻救了所有的鸭子 大家高兴地举起咕嘻咕嘻 绕着湖边跳舞 咕嘻咕嘻成了鸭子心中的大英雄 从此以后 咕嘻咕嘻和鸭妈妈腊笔斑马还有月光 继续生活在一起 一天比一天更勇敢 更强壮 成了一只快乐的鳄鱼鸭 小朋友 你觉得 咕嘻咕嘻勇敢吗 那如果今天你是咕嘻咕嘻 你会选择跟你的同类生活在一起 还是 你还是会选择 把你养大的鸭妈妈在一起呢 这个故事啊 作者说 他想要告诉我们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遭遇一些自我认同啊 或是被人排挤 被人家讨厌的问题 他希望 我们能够学习包容不同的人和事物 以宽广的心胸去看待世界 因为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奇迹 都值得我们尊重 小朋友 你还记得鳄鱼的英文怎么说吗 如果是短吻饿 是什么呢 短吻饿就是 Alligator Alligator 那如果是咸水饿呢 Crocodile Crocodile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